大家好,我是小韩 我的一个客户开着他的奥迪A8到塞尔店保养 因为这个保养是买车的时候送的 所以呢,只免费更换这个机油机率 但是塞尔店跟他说 他这个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也需要换了 但是报价将近2000块钱 然后客户呢,就和我打电话 问这个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真的这么贵吗 我说你赶快回来 咱们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看 这个奥迪A8的空调滤芯,空气滤芯涨什么样 塞尔店敢要价2000块 让大家看看这个A8的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涨什么样 敢要这么贵 这个呢,就是空调滤芯 这个呢,就是空气滤芯 看上去很普通 其实它就是很普通 就是普通的空气滤芯,空调滤芯 这个东西也没多少技术含量 也不相金,也不带银 所以说呢,两个滤芯要价2000块钱 简直是贵的离谱 大家看看 我给客户换的这个空气滤芯 这个空气滤芯其实是在这个原车这种空气滤芯上 又改良过了 外面呢,加了一层过滤芯 因为这个A8的空气滤芯啊,在这个位置安装 它这个空气滤芯外面没有盖子,所以说非常容易脏 其实有些品牌的滤芯啊 可以说比这个原厂的滤芯设计的还要贴心 品牌的滤芯就是考虑到这个滤芯非常容易脏问题 所以说在外面又加了一层过滤芯 这样过滤灰芯的效果更好 空气滤芯也不容易脏 而且这两个滤芯 加起来总共100多块钱 原厂的这两个要2000块钱 是这个品牌的十几倍 所以说这种东西啊 没有必要子,一定在四岁店换 其实它们的质量和品牌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而且今天客户去这个四岁店啊 这个四岁店的服务也很差 客户当初说不换 他们呢就说把这个空气滤芯和空气滤芯 先给清理一下 但是我猜下来发现这个根本就没有清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 根本就没有猜 现在很多四岁店卖新车的时候都会送保养 其实啊这也算是一个套路 它送的保养只是换这个机油机滤 像其他这个空气滤芯 空气滤芯 还有一些其他的油水 这些都不送的 而且特别是像这种高端豪华车 这些机油机滤除外的其他东西价格非常的贵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去保养的时候 如果这个空气滤芯 空调滤芯 价格你能接受的话 你可以在那里换 如果接受不了 你可以在外面买一些品牌件替代 像这个原厂的空调滤芯 它这个就是德国马勒代工的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买的话 可以买这个马勒品牌的空调滤芯就行 或者是其他一些正规的品牌 都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A8空滤 这个安装完以后的状态 它这个位置就是这样设计的 非常容易进脏东西 刚才我拆掉的时候 里面非常多的树叶 还有一些树枝 我感觉这个口啊 朝向别的地方会好一点 最后再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A8的内饰 奥迪的内饰科技感还是非常强的 看上面这个空调出风口 外面都是石木包裹 隐藏式的出风口 出风口一打开 它会自己翻出来 看到没有 关闭以后会自己隐藏 然后呢 自己隐藏 这个B格还是很高的 左右都是 不打开空调的时候 不出风的时候 这个出风口都看不到 全部都是液晶 中控台上这个案件 现在全部都是这个触摸式的案件 虽然这个科技感很强 但是我感觉操作起来 不是太方便 但是咱也买不起 这也不是咱担心的问题 有的朋友可能会讲 奥迪A8都开上了 还差那两千块钱 咱们话也不能这么讲 虽然人家开上了奥迪A8 但是钱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辛苦赚来的 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所以有些钱呢 该花咱就花 有些钱该省 咱还是要省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请给小韩点赞 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